前副總統陳建仁坦言快篩準備不足 地方似乎對於快篩提供有所反彈 那有一些抱怨那院長的看法 用最便宜的方式把實名制 來讓需要的民眾能夠快速公平的拿到快篩劑 5月9號台灣確診數全球第一 那請問院長怎麼看 以及國內的防疫模式有要再調整嗎 我們把快篩劑提供給免費 提供給需要的各地確診或隔離者 我們也用最便宜的方式把實名制 來讓需要的民眾能夠快速公平的拿到快篩劑 同時我們也聯絡了廠商和通路 讓民眾可以來購買需要急需的快篩劑 相信台灣全體國民在CDC規範裡面 大家一起合作 我們要進入正常生活 最後這一戰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來把這個防疫做到最好 然後來贏得世界肯定的成績 再次發展 再次發展 感谢观看